在蔡黎安女士安息主怀之前 她预先准备了这篇短文 请她的儿子在她安息之后发给大家 这篇短文是这样写的 我亲爱的朋友和家人 我祈祷当您收到这条消息的时候 你们都是安全的和健康的 我知道你们许多人一直在关心我 我很荣幸也很蒙祝福 你们会花时间询问我在过去几个月中 为何缺乏沟通 过去的一年里 我的健康的确面临了挑战 现在我真的感觉到 我已经97岁了 因此我一直在寻找新的办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我一直在寻求主对我退休的指示 我相信他已经告诉我了 我也已经准备好进入我寿命的日子的下一个阶段 由于身体和心灵的疲劳 我将不再能够像这么多年来那样定期写博客了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只有通过大量的祷告和寻求神的旨意 才能达成 我非常感谢他给我许多机会向他的子民传道 我也非常感谢你们所有人 感谢你们忠心耿耿的一路陪伴着我 走过我人生的这最后一段旅程 在这个时候 我恳请您 安息在他对我的旨意中 我恳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恳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